经济刑法空白授权与人权保障研讨会 会议中邀请多位学者专家 透过交流及此广义 探讨国内现行经济法 是否侵害人民基本权利 台湾有很多法律 它是对经济活动刻以形式的处罚 它就要遵守宪法所规定的 正当法律程序 会议中从行政法作为出发 分别探讨宪法基本原则中 法律明确信 授权明确信 还有法律保留原则 更点出台湾存托凭证TDR问题所在 却有数个被判重刑的例子 其实76年公布的时候 台湾根本就没有所谓的 台湾存托凭证这个概念 金管会认定存托凭证TDR76年公告 是外国有价证券 但民国87年才发行第一档台湾存托凭证 立法院公报在民国99年 财政委员会的会议记录 我们的证券交易法 没有对于外国证券为规范 那当然这里包括存托凭证 集结财经法律专家学者交流探讨 也提供立法者不同角度 检视现行法律问题 三宁新闻台北报道 台湾存托凭证